接着来看到的是 佛光山日本地区功德主会 日前是在大阪一间饭店隆重登场 包括有慈容法师 依赖法师都亲自飞到了 日本和佛光人街心 而在会中也宣布 全新的大阪佛光山寺 也准备要开始动工 200位佛光人用热情掌声迎接 佛光山日本教区总长慈容法师 以及国际办会东北亚副秘书长 依赖法师法驾大阪 参与2023日本地区功德主继 国际办会干部肯积会 大阪的新道场要开始动工了 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大阪 那么它就在新栽桥厂旁边 那么很适合大家来旅游的时候 找不到食物可以吃 那么就可以为大家来服务 那么也可以住宿 亲自颁发感谢状 给护持大阪新道场的功德主们 慈容法师也和多位资深佛光人 同台话说星云大师 带给从日本各地来到大阪的佛光人 满满感动 日本舞蹈家翩翩起舞 佛光人野粉末登场 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透过这场殊胜功德主会 展现艺文红法 丰沛能量 原路院是日本大阪 综合报道